台中风云地区出现了养奶大道 有个男子偷走了民宅门外的宅配养奶 而且把民宅的钥匙都给带走了 让宅配养奶的业者非常的困扰 怎么办呢 民宅住户也人心惶惶 最新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张军栋来告诉我们 军栋 好了主播还有观众朋友 要带您来看了台中风云出现了这个养奶大道 包括他的装扮 仔细看了包括这个安全帽 外套裤子全部都穿一样 在这多次的行窃过程当中 这个装扮始终没有改变 走上了民宅门口之后 随即打开了这个宅配的盒子盖子 那么里头装有这个宅配的养奶 就把他给偷走放进口袋里 马上逃逸 让这个民宅不堪其扰 而且这个宅配的业者也相当苦恼 我们先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第三次来偷的时候 我看到他有去动那个手 然后把手丢在地上 可能都是把那个钥匙拿走了 那么警方寻线追查的 发现的是一名在卖场当清洁工的男子 他偷走了民宅的养奶 甚至还把这个保温盒上面 插了一把钥匙也给偷走了 那么这名养奶大盗坦承 自己偷走钥匙之后 还到其他的地方尝试打开 其他的养奶保鲜盒 结果发现通通都能够轻易打开 为了避免住户警觉 他还轮流在枫园地区 还有神刚地区来犯案 有的时候保温盒里面还放两瓶 他全部偷走 之后去吃控肉饭 还会记得把这个养奶给全部喝光 这是目前为了讲 我在台中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换换了一直播 这是在台中出现的养奶大盗